阴剩在上面下面就虚掉了 那我们在脉上面可以摸到寸是阳 齿呢是阴 上升的时候寸白的脉会变得很大 我们就知道上升 上升是下虚 下虚的负账满 阳气如果剩于上 下气从上 当我们 这个是 如果是另外一个 就是阳气在上面 加倍的上 剩的时候下跤的阳气再往上走 下跤的阳气呢来自我们的命门 来自我们的小肠 下面是很热的再往上走 阳气再加上阳气 加重重上而邪气 能力则阳气乱 阳气乱则不知人 我们为什么称为邪气 因为我们的阳气路头的时候 有一定的方向 那你如果是邪的 正是正经 他从邪旁边进去 造成一个人的气乱 阳胜太过 会造成人不是 不是情书 那一般 如果不是人的时候 自己回头 都是很好 有的人不是情书 不认识那个人的时候 神 亡的时候 那是人的命就没有了 那是很危险 383页 那刚刚讲的是上下阴阳的 绝力 那皇帝现在问 我想听听看六个经脉 我们的绝症的症状 六经脉 所谓六经脉 那就是太阳 少阳 阳明 太阴 少阴 绝阴 那我们就不把他就不把他分成十二经路来讲 那 齐伯就说了 巨阳 三阳的缺 巨阳读太阳 太阳的绝力的时候 会 脸会肿起来 头会重 脚不能行 一发作的时候 人就 炫 朴 就会 木窑 人会昏倒 眼睛会发昏 这位就可以了解 因为你学过针灸 膀胱经的经 直接从后面一直走到前面 对不对 一直落到我们眼睛里面去 所以发会眼睛会昏炫 那膀胱经是不是落 一直到背后 一直到脚 脚 从背后一直到脚上 对不对 脚就不能行 因为阳气绝腻嘛 所谓阳气绝腻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在介绍针灸的时候 阳 膀胱经的气 本来就是从头一直往下走 现在腻着走的意思 好不好 腻着走 就这样子 那人就会有昏血 木窑 昏倒 脚不能走的现象 阳明 阳明的气绝呢 颠急欲走 富满 不得我 面刺而热 望见而望言 这就是阳明经的经气 本来是 尘气失败 头为下官家 这是往身上 往下走了 现在阳明经往回你 当然这里讲的阳明 就包括了大肠 阳明大肠军 跟阳明卫军在里面 阳气应该往下走 现在回腻了 阳气会回腻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下面有挡到 胃气就是讲食物嘛 食物的消化系统 那下面的大肠里面 堵到了灶气 这个气会回腻 本来这个灶气呢 只能到胸隔为止 这个隔道 隔就是把它分隔开来 那灶气上终于造成这样子 当然这里写的比较 就像我们这个旗帜上 富满不得我 电击玉就好像六鸟 有没有 这个气一 灯高的歌就是这样子 那邵阳之缺呢 如果邵阳经 包括了首邵阳 还有竹邵阳 胆经呢 一样会造成能耳朵会聋 耳朵耳鸣听不到 甲肿耳热 邪痛 那两邪痛 想邪痛 诸位记得好 以后病人只要告诉你 我这个两个胸鞋这里满 脏满脏痛 邵阳已经讲完了 在上海那边讲得很详细 这个两鞋痛 胸鞋苦满 这个地方两鞋脏满 邵阳的位置 那行不可以运 行就是脚的筋骨那边 竹阳鸣魏经 魏经跟脾经中间 你摸下去 那个骨头凸起来 在你筋骨上面 那个就是行骨 会影响到 走路就比较不顺 那太阴呢 就包括了肺经 手太阴肺经 跟竹太阴脾经 因为脾主少腹嘛 肚子里面脾胀在管 则腹满 这个身脏 后不力 大便就不通力了 前就是小便 后就是大便 那不想吃东西 脾胀出问题的时候 都是胃口不好 肚子会胀满 大便不是很顺 一吃则呦 因为脾胀肿肿大在那边 里面累积了很多的湿 所以不好躺下去 所以我们常常 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 有一个人 如果胃口不好了 胃口不好 那他原因呢 可能西医讲了 或者讲了很多原因 你不管他 胃口不好的时候 你一查他腹度 胀满 胀满的 大便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知道 脾 它太湿了 脾羊不够 因为阴太剩了 脾羊不够 那我们就开些 健脾羊的药 把脾羊溅下 他就 好 胃口就开了 好 那 这个 哨音之觉 逐哨音圣经 守哨音 哪个条经啊 心经 对不对 守哨音心经 跟逐哨音圣经 这两个都属于哨音 因为两个 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紧密 这个 哨音之觉 这口干 逆次 因为你口干 我们舌头下面 晶晶郁液 嘴巴里面的唾液 源头来自肾脏 对不对 现在有 经业返利了 精气返走 这种口干 小便 富满心痛 那绝阴呢 就讲我们的 足绝阴 肝经 手绝阴 心包经 对不对 哨腹肿痛 腹脏 静手不立 小便 不顺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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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膝盖 那个圣经有问题的时候 膝盖喜欢弯的睡好 然后应 缩好 好 应缩会肿胀 好 应缩起来 行内热 就是 静 脚的禁锢里面 好 禁锢里面呢 有肺 有那个脾巾 跟圣经 还有肝巾都在里面 那靠在行的内侧呢 也圣经的位置 好 那 圣而谢之 须者补之 不顺不须 以经取之 这是一个我们致病的一个法则 因为你知道它是在肝经上面 好 我们就是须者补 实者谢 好 平常我们以经 该经的经穴来取它 那 这个太阴的绝腻 好 现在讲绝腻了 就比较严重了 好 刚刚只是讲绝 绝就是反腻一点 绝腻的话 就是很严重了 好 严重的行星的时候 怎么办呢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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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吉兰 好 脚颈骨呢 非常的绷紧 好 非常的绷紧 抽筋一样 心腹引痛 好 这是比刚刚 绝 绝腻呢 比绝来得严重 好 那心腹 心痛引到腹部 好 那 怎么是 自主病者 好 所谓自主病的就是 我们自 它主要生病的那个 我们知道它的位置 看到这个是 杭乱级 心痛引腹 我们一看到心痛 只要引到绍腹 我们知道是脾经 对不对 主太阴 太阴经 这是病发生在绍腹 都是属于太阴 这时候我们去治 太阴 那 太阴是脾啦 好 那我们自证上面 有一个很好玩的 因为 你现在看自主治的 我们知道 对不起 我们知道是脾以后 那脾主绍腹 脾呢 本身组少腹 少腹是不是小肠 所以我们中医 在治脾的时候 常常同时 要去治什么 小肠 因为少肠 那个寿胜之官 在少腹这边 那 施很多 很多太太小姐来说 我要减肥 你说 看起来一点都不胖 你减什么肥 不知道 我肚子很大 看的不大 那我素腰 素肚绑住 那女人 希望肚子很平 我不晓为什么 她希望很平 她希望上面很高 下面很平 那 原因是什么 我不了解 不是女人 那他 少腹这边 整个是皮尸 是那个腹读道 太阴读道 那我们要去尸 那我们要治他的小肠 所以治皮 一定会兼治到小肠 兼治到小肠 这是治主病者 这是主病 就是皮和小肠 那少阴绝腻 虚满 恶变 下泄清 大变出来是清骨 清就是说 你吃了菠菜 排出来菠菜 空心赛 空心赛 就是空心赛 那这个少阴有 绝腻的时候 就腻症比较严重 绝腻的时候 那虚满 变 因为胃是圣之官 我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 我们圣有问题的时候 一定可以看到胃的症状 呕吐 所以肾脏在衰竭之前的时候 变成一定很极度的阴穴 还有强烈的呕吐 吐出来都很多的经验吐出来 就是肾要衰竭的 会见到呕吐的现象 原因呢 我再跟诸位提醒他 大家一次 肾在这边 那肾是足水啊 那水现在太多了 因为肾没有办法排水了 那胃受不了了 那顶到位 当然会吐 那他有个极限嘛 一超过这个极限 胃开始吐的时候 已经到了中焦了 那个肾脏 你功能就快没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 水从下面开始啊 一直到脚肿起来 一直脚肿起来 没有去自豪啊 什么的 然后他就严重到这个阶段 到了人体一个极限的时候 功能就没了 好 我们也自足病者 所以我们自胜的时候 常常会自他的胃 好 那绝阴 绝腻 有丸 精卵抽筋的现象 腰痛须满 前臂 沾雨 自足病者 那我们这个 肝病呢 好 肝脏跟大肠 所以肝有 肝有病的时候 我们怎么叫做 自主病者 肝有病的时候 我们你同时 要清理大肠 你光是肝病 不会好的 你一定要通离他大肠 所以我们在治肝病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病人大便 排得很好 病人如果大小病 医不通 堵到了 来不及了 所以说 好的医生 并不是说 我们下手的时候 要到病人最末 而是说 一开始我们遇到肝病的时候 我们就要预防 知道 我们已经在通离他大便了 你只要保持 金和木中间 金和木之间的平衡 所以你在治肝的时候 一直在输肝 一直在清理他大肠 保持他的大便很通畅 当然你说老师 我保持他的大便通畅 我把下 公下的药开得很重 那你太过了 而你知道保持他 随时都有大便 那肝病自然 那就好起来 因为金会去字幕 有金在这边字幕他 这个肝也很可怜 上面夹了一个肺在治他 下面一个金在治他 所以肝就好像爸爸 肺好像妈妈 下面的儿子 两个儿 爸爸一点低位都没有 所以说 那我们有办法反过来 好 我会教你们 那就是因为 两个金在治他 一个羊一个阴在治他 所以肝木很乖 很乖在中间 这是常态 那哪天生病的出过 你这两个下手 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要随时保持 这两个很好 所以你说 肺伤到会影响到肝 对的 所以西方医学说 抽烟对肝不好 对 中医同意 但是我们要清理大肠 你忘了说 便秘的肝不好 你忘了说 所以我们常常保持大便通畅 大便不好 你说老师 我说大便不好 没关系 赶快就把它通一下 身体上有微样 一点点 改变的时候 赶快去治他 我们治主病子 好 那钱币 钱币呢 这个不单单是讲 这个小便 大小便都不通 别人会有沾炎 沉昏发雨 这个是比较 因为绝而且腻 腻得很严重 三阴俱腻 不得前后 使人受阻寒 如果是三个阴 都突出绝腻的时候 手脚一冰冷 大小便没有了 三天就死掉 三天死 这个讲三天死 就是说 你发现这个症状 如果都没有治疗 就观察他 他三天就死掉了 我们当医生 他不会这样子 我们有救路 一下子把他救你救回来 让他放手一搏 对不对 所以放手一搏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金方 因为现在所有 中药的要点里面 只有金方是 千军 这个力量 力量非常的大 一击下去就中了 那你说 我考虑一下 我们缓攻 他病人急死 急的死掉 对不对 那你在那缓攻 太慢了 所以我们 那来不及了 所以要训练你们到 不是说只有 你们如果伤寒表证 你看看表证 你开个主方 两天没好 也就算了 没有关系 可是有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 只有一次机会 那一次机会 下手的时候 马上都要中 那你要下手要中的时候 那个 你要多好多功力在里面 不会错 不能 不许有错嘛 好 那我们要那么多 你去挑出来 张忠祥已经把你 开好路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人家也不用 真的是很 很奥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房子 也就罢了 放在那边 你不用 好 等到我讲 伤寒经过的时候 就知道 你们不能说 老师黄历内军看 他说三天死 我要看他是不是三天死 对不对 不能拿人的生命来做好事业 但是西医呢 如果报死真的很准 因为西医如果说 你这个病活一年 真的活一年就死掉了 所以只能活几个月 他就很准 这个活53天 这个53天死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死的 所以他死的记录很详细 都不会错的 有人说 这个53天不死 不对啊 我们把他救回来 所以我们常常有病人 我们这个西医说 他快死了 我们去把他救回来以后 把他西医说 认为他只能活一个月了 就救回来 一年以后 他每年还要回医院负责 那病人不知道 很正常 我们就每年去 检查个身体 因为保险 医疗保险 那坐在那边 医生经过一看 也会看到鬼啊 吓一跳 然后他摸 摸平常的身体 怎么存在 还是眼花了 常常吓到医生 所以我们那边医生 对中医很尊重 你是谁的药啊 他很尊重 绝对不会攻击我 攻击我 他表命的 对不对 这个 最后一行呢 太阳角力 江浦欧雪 扇牛 牛鼻雪 自主自者 我们膀胱出问题的时候 绝腻 精气腻的时候 太阳是山羊的精气 所以发的时候很强 因为山羊都会在 山羊聚 所以发的时候很强 那病人会昏倒 有时候 凹雪出来 扇 牛鼻雪 我们自主自者 一般来说 如果以膀胱来说 这是肺 这是 膀胱 膀胱 那 在常态 在我们身体 解剖区上面 常态 上面来说 肺 向天 天上下雨下来 这个雨就 跑到肾上去 肾把它 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以后 肾再运送到 膀胱 在运送之前 第一次真话 命门这边 还有小肠的火 一真话的时候 肾的精 最好的精华 我们那个发酵的酒 第一次 蒸溜出来 那是最好的 茅台 对不对 再来就二锅头了 那 这个好的精液 会进入骨头 骨髓 来补我们的骨髓 补我们的脑 那 浊的精液 身上说 不行 我不要你了 丢到膀胱来 丢到膀胱以后 再做第二次的真话 因为膀胱后面是小肠 再烧一次 这个二锅头的 进入肝脏 水生木 把肝脏再清洗一遍 那浊水再排出来 这只常态 所以肺的水 是不是跟膀胱的水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 主治者意思就告诉你 膀胱有问题 那是我们要治肺 肺有问题 那是我们可以治膀胱 就一咳嗽小编出来 好 邵阳觉历的时候 我刚刚跟诸位讲过 邵阳觉历就是凶恶 恶骨这边脏满的 好 蜡骨脏满 所以机关不利 关节的地方不好 好 关节的地方 那因为关节的地方 出问题了 为什么讲关节 你就记得 邵阳嘛 是不是开关 是输嘛 这个手是不是在输 好像门一样 给打开关起来的 这是邵阳 那腰部可以弯动 你只要身上可以弯动的地方 眼皮在增张 眼皮在张 在会动 嘴巴会张开动 都跟邵阳有关系 反正主 弯来弯去像门一样 开来开去的 通通是邵阳在管 那像不可以回顾 好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这个 这个 你如果是 一看到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 这个关节 机关不利的时候 关节不利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 就是邵阳 好 那这个邵阳通智的 讲的就是三交 三交 胆没有管那么远 三交在管 腰呢 是三交的大 胶原 会的地方 在腰部 就像我们的命门的地方 发长庸不可治 金则死 如果说 发长庸 三交为什么发长庸 不是 就是邵阳 网膜 那个 附膜也 胆破裂掉 这种类似这样子的 好 不可治 到那个 皇帝列军说不可治 我们还是要治 我有方法的 有方法 不能见人看死 我不能治 皇帝列军说 你是死 那就不治 不好 那金则死 反正任何的病 诸位有个概念 中医的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 当病很深 影响到生命的时候 在死之前 神会走 你的神会走 像诸位 你看过去 这个好稳定 那个神非常的好 可是在大病到重病 在临终之前 一天的时候 或者两天的时候 那神离开了 神离开 一个小动机 他就感到受到 很多很大的惊吓 这个就是神要走了 所以都会看到金 金则死 就是神不能 神不存了 这个阳明决力 阳上抗啊 决力 喘壳生热 扇金 鼻血 扭鼻血 它有吼血出来 吐血出来 所以说 阳明包括胃跟大肠 那 这个胃里面 比较长东西了 胃癌 吐血 对 吐血 这个绝腻 就是很严重的症状 那 这个 呕血出来 那 咳跟 咳血跟呕血不一样 如果是肺里面 我们咳嗽 啊 弹 那个血 跟着弹连在一起 胃里面的血 就不这样 这样 这样子 呕的 啊 那个血就奔出来 那喷出来的时候 因为位置 阳气 是多 这个 多 很多 血很多的 啪 都出来 整个床上都是 好 好 发在半夜 每次这种病都发在半夜 好 吐出来 全部是血 好 这个很好吃 很好吃 那个 如果你 我常常 我常常跟大家讲 这个人不相信西医的 那你 到 你就 屠宰场就死掉了 当然你为你的信仰 死掉也好 对不对 好 不是 你相信 不相信中医吗 你相信西医的 为你的信仰死也 也可以了 好 那我很赞成嘛 反正人就是有个信仰 这个病根本不会是人的 好 那守太阴 绝腻 虚满 而渴 想到守太阴的时候 诸位就讲到 费精 好 这个费精 那绝腻 费精的精气 腻着走的时候 虚满而出 本来这个费气是书章 为什么讲 开合 开合 开合的目的就是往下走 所以肺好像跟风箱一样 把那气往下压 好 那我们平常呢 那个道家 他们大作练气 就是想办法往气往下降 好 你们有没有练过一个功夫 叫气往上升的 那是邪门武功 正常的武功 就是让气下降到丹田 对不对 怎么跑个全力 好 那个 那个 那齐博说 这个守太阴飞机 如果废气腻的话 虚满而渴 因为肺里面的经验很多嘛 那个经验应该往下沉到肺 结果都能跑出来了 好 逆者 自主病者 那我们自肺病 也会去自什么 膀胱自下胶 也是一样 好 守哨音 主哨音 绝你 好 守心经 好 那心痛引喉 生热死 这个很特殊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好 因为心是像火 而且心是极热的 阳 胸是阳嘛 心是阳中之阳 肺是阳中有阴 有经验 当你 这个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阳 这个因为太热 阳气是往上升的 它集中的 所以阳要 阳一个人 阳觉 就是阳气要没有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火 烧了 蜡烛烧了之后 快没了之后 砰 很亮一下 然后没有了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心脏也是一样 砰 一直就往上 冲到喉咙里面来 好 这就快要死掉了 好 这都没办法治了 好 那 守太阳 就是小长经 觉你 我们有 病人有耳聋的现象 我们有很多状况 会有耳聋 守太阳 小长经也会 胆经也会 因为耳朵前面呢 小长经 胆经 跟三交 金都交会在这边 这个外感 阳经上面会造成 我们外感的风寒 会造成耳鸣 还有呢 因为圣足耳 所以内部的听力 也是圣脏在管 圣虚也会造成耳鸣 那这个两个 有一点不一样 肾脏区的耳鸣呢 比较深 因为它是内脏来的 里面虚料 你会感觉压力很大 外面的压力很大 那 这个如果是表证的耳鸣的话 就是呜呜在叫 你会听到他叫 压力并不像 肾脏的虚料压力那么大 那耳鸣的气出 泪出 相不可以顾 腰不可以弯养 我们所谓治主病者 我们治小肠的问题 也会去治脾胀 因为脾跟小肠 因为是相通的 所以阳鸣 少阳的绝腻呢 好 阳鸣就是我们讲 大肠 还有少阳 小肠 经济怀腻的时候 好 这个病人会发猴碑 一种治 这个吞不下去的意思 吞东西有问题 也是治足病者 这里 我再跟诸位讲一个 这是一个人的下巴 这是喉咙的地方 在我们学针灸的时候 两个乳房的中间 我们称之为坛中 老师 在针灸上面 气会坛中 对不对 是不是 坛中是气会 是气病致辞 那这个气本身 是不是 气的性 是不是上升的 是往上升的 所以气往上升的 一上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过来的 经过一些 这个圣经的位置 上走 所以 喉部这个地方呢 这整块地方呢 是气的 所凝聚的地方 所以为气之海 气之海在喉部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今天 聚致喉咙病 喉咙的病 我不管你是 扁条线甲状线的 只要是喉 在发在喉咙中间的病 都是气有堵塞 所以我们有些药呢 以后就会学到 一些 行气的药 这些药可以让 推气 让气跑得快一点的药 这就是 我要让你知道位置 就是 你会知道如何开厨方 不会错嘛 我并不赞成 你们就把厨方背下来 我赞成的是这样 你一开始就那个厨方 厨方是 自然天成在你心里面 这是我想要的 这样子你才能做宗师啊 你不然永远就是张宗平而已 不能超越过他 好不好 所以那因为将来呢 你们这一代 我是我们老了 我们要退 将来你们这一代 你们会遇到很多特殊的东西 那可能我们过去 一说到都没有 这就是让你突破的地方 突破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有 胸有成熟 知道商案金贵 做到所有的股方 他的为什么这样设计的 将来你可以求新求变 同时你要了解这些 你才知道如何下属方嘛 那你才知道轻重 下属方的计量的轻重 这就是我要 作为了解的地方 好 这个 皇帝内经386页 第46篇 我们叫病人论 好 第46篇 好 这个 这篇讲病态 病的状态 好 当后面 前面好 一直从第一章 后来就讲大原则 天地 那个比较无聊 慢慢慢慢慢慢 就跟你有身体 身体有关联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感受得到 他的分析的东西 好 这个人有病的胃碗拥着 拥就是化龙啊 化拥肿啊 如何整蛋 老师你怎么知道 他胃的地方 齐伯就说了 真这个人呢 很简单 你就和胃脉嘛 胃脉在哪里 在右关的位置 我们左手呢 脉在这边 寸 关 此 官位这个地方 寸是 从 到官这边呢 是九分 从寸以下 到下面是一寸 这是 卖的长短 标准的长度 超过这个就是长卖 比这个小就是 短卖 那 当然 官的这个区域呢 这个是 左手的话 官的这个区域是 外面 你如果摸到 卖在这边 卖在外面一点 就是干卖 这个中间有金 有金的地方 靠近金一点 就是胆 对不对 就可以摸到胆 那 右手的官卖 这个地方 好 官 样 上面是寸 也是 这样子是九分 从九分呢 从这边开始 同个点开始 下面 一寸呢 这是我们的尺卖 寸呢 就是阳 尺呢 就是阴 现在讲的官 齐博讲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卖气出现的时候 我摸摸卖 除了摸卖外 感觉到卖的外面 那是卖气所在 卖的里面是血的所在 所以我们有分气血 卖 在这个 如果这条卖在这边 这个卖的 我们从外面来 侦测的时候 是讲的是 皮 从里面来侦测的时候 是讲的胃 所以阴阳正好是相反 中医的观念里面 这阴阳是 齐头并进的 所以你们摸卖是反的 而实际上 卖是阳 皮是阴 这个齐卖当成细者 成细者气腻 正常的卖卖呢 是缓 这个缓呢 不但要缓 一个字 缓还不够 有力 这个缓的意思是 四到五字 四字到五字 就是 医生的一呼一吸 病人的脉跳五下 这是最标准的速度 那还有有力 有力就是 那个力量是温馴的力量 不是很大的力量 温馴的力量 你会感受到它的力量 那 如果是 有雍龙的时候 你会摸到卖 是陈细 本来是缓有力的 现在卖变得很陈 很细 这个陈呢 代表卖往下走 这个缓 因为脾胃